哈喽大家好 我是Edis 欢迎关注美国地产资讯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学会NAR在11月20日 在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文件中显示 NAR承诺除了其他的改革外 还将修改规则 将明确向潜在购房者提供的房地产中介服务不是免费的 并使公众更容易看到佣金的额度 美国司法部11月19日对全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提起的一项反垄断诉讼认为 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的规定 房地产经纪人的酬薪方式导致买房人增加了费用 司法部在诉讼中称 NAR协调并执行了反对公平竞争的协议 此项协议可能导致买方经纪人之间的价格竞争不充分 以及为购房者提供的买方经纪服务质量有所下降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否认司法部的指控 认为目前的制度有任何不当行为 但是NAR在11月19日晚上表示 已经达成协议完全地解决了司法部提出的问题 但是NAR拒绝透露协议的具体内容 虽然NAR不同意司法部对我们的规则和政策的定性 NAR不承认司法部的任何指控的责任 不当行为或真实性 但我们同意对行业道德规范和MLS政策进行某些修改 NAR的负责沟通的副总裁在一封邮件中这样说到 NAR还认为司法部提起的集体诉讼案可能颠覆美国传统的住宅房地产经纪业务 诉讼的核心在于如何赔偿买方的代理人 如果协议成功地降低了收费 可能会为个人房屋卖家节省数千元美元的佣金 但也会降低全国各地房地产中介的收入 包括休斯顿地区的约三点七万名房地产经纪人 这样已经在于依靠大量折扣抗衡的传统经纪公司和在线竞争对手带来更大的压力 特别是司法部发现了以下四项国家反腐败政策的缺陷 第一 允许房地产代理将其服务定性为对购房者免费的服务 事实上房地产代理费将从买家的交割时提供的金额中支付 第二 建议隐瞒买家的代理人在出售房屋时会获得多少的佣金 第三 允许买方代理根据他们将支付的佣金的大小筛选房源 第四 限制非会员房地产经纪人进入房屋看房 房屋销售的佣金通常是在6% 传统上由买卖双方的代理人分担 因为司法部声称买家的代理人没有动力向客户出售佣金更低的房屋 司法部的这项诉讼称 买方的代理能够根据提供的佣金规模过滤他们在网上看到的房屋 这也使他们很容易选择不向买方显示某些清单的房屋 而买方无法看到佣金的差异 这使他们无法发现这种明显不公平的操纵 威廉姆斯说 NAR同意的大多数变化 寻求更明确的 说明NAR的道德准则和MILS政策 在提供关于委员会和MILS参与的信息方面的精神和意图 周四的诉讼发生之际 NAR已经在进行抵抗对房产中介佣金结构的法律挑战 二零一九年明尼苏达州的一名房组提起诉讼 试图推翻代理人分割佣金的标准做法 该案例指出美国的房地产经纪人的工资比其他国家的高得很多 以休斯顿为例 休斯顿的平均房价是三十一万零七百美元 房地产经纪人的佣金为一万八千六百美元 如果同样的交易在伦敦完成 这个家庭卖家只需要付给代理商大约三千七百美元 价格要低得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